你不会发现他们是为赚钱而来当医生 而是为了要救人才来当医生的 他们可以在国外享受他们这么富裕的日子 一跑来这边呢 他们为的是什么 你想想看三四十年前 台东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们可以从美国 完整的医疗的专业信念 可以在那边赚很多很多钱 但他们没有 他们不要 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 他就看这个病人 明明就是这个病就是需要治疗 可是病人就是没钱啊 我们常常会骂他说 你为什么要替别人付账呢 他说他比我更需要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从台湾社会 得到资源来帮助他们 他们重建这个医院 你想想看 那么小的医院 竟然有五位医疗贡献奖的得主 那这是医疗记者最高的荣誉 政治总统府都认定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是他们拿到这个奖之后 他们感到很无力感 他说我拿这个奖 对这个医院没有用 我们现在的器材 大部分就是他们当时 在国外没募款找来的 一直用到现在 还是可以用 但是已经很老旧了 他说今天台湾的国民所得 已经进入到美金 一万两千多块以上 可是台湾的人民 好像没有办法来帮助自己 有时候想说 算了 我不要来 再担这个那么重大的责任 要去找那么多资源来改建这里 我是台湾人 难道我不能摆上五年或几年吗 我一定要跟这个台湾社会 告诉他们说 这个地方需要你的帮忙 让他们继续照顾 这些弱势足情 如果可以的话 让他风华在心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